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段马马牛肉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夫人陆角娇 寻情热线 0731 848 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散播屏幕下方的维码 加入寻记的微信群 今年37岁的刘玲 四个月之前突患重症一线炎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之后 病情人不乐观 六次转院 三次送入抢救室 如今一直都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必须住在重症监护室里 然而就在她生病住院期间 相守20年的丈夫何广 却一直没有出现 她的丈夫究竟在哪里 妻子突患重病 丈夫为何消失不见踪影呢 你住了多久了 在这里要治疗了几个年 就一直在安心里面是吧 踏射的时候是谁啊 我妈呢 你结婚了是吧 你好不安吗 我老公你还不忙吗呢 不管你了 我住了几个月 她就看到我几天 住了几个月的人才看到几天 是 之前在长江是吧 现在长得一样 她没来过一次 没看过一次 在重症监护室里 我们见到了刚醒过来的琉璃 四个月前 她突发急性重症一线炎 三次送入抢救室 六次转院 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 可是眼下她的丈夫 却始终不见踪影 她几次年了就在这里 她就在一阳是吧 是啊 她天天都在她姐姐家里 你们有联系过她吗 联系她走去关键 联系不上台 联系不上台 你多大的电话 我当时忘记了 一直在不开心 联系不上台 你多大的电话 你忘记了 联系不上台 联系不上台 琉璃18岁与何广相识 相恋9年 结婚10年 人生一半的时间 他们都是相互扶持 一起度过 可是如今妻子 在重症监护室病情汉忧 丈夫的电话 却一直显示关机状态 琉璃怎样没有想到 携手走过20年 风风雨雨的丈夫 在自己最需要陪伴的 突然消失不见了 丈夫的失踪 这种冷漠决绝的行为 比突然的病痛 更让她感到绝望 她能给她把电话 她电话也不接 她能不能接到我妈妈 这个我妈妈特别吵 所以说我有一个办法 所以职论师肯定能配合 毕竟我自己两个妹 对不对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世界上有 这儿有无情无义的人 她才说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 就觉得吃了她 还是一种病痛 对对对对 没错 得知姐姐重病 远在重庆的刘强 连夜赶了回来 刘强无法接受 姐夫抛下姐姐 不管不顾的这个事实 在她的印象中 姐姐与姐夫感情 一直很好 这一次 到底发生了什么 姐夫何广 怎会如此无情无义呢 这个冬的一切炎 有感染器 整个腹墙 相当于一种 连连到着我们去 这样做 这个正面事情 到了的时候 连连痛苦感 包括肺部感染 然后抖着上伤管 总之下有 包括控制炎氧管 有六个管子 但是因为它 属于一个感染器 整个腹墙 连连的相当厉害 所以说这个手术 还是相当难度比较大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它 继续 如果经济情况有时候 把我们的事件 可以相当于下去 可能不好 刘林的主治医生介绍 刘林从4月份突然发病 病情来势汹汹 非常险恶 短短三个月时间 相继六次转院 第一次手术后 腹腔粘连严重 恢复效果不佳 目前二次手术 迫在眉睫 可是 她的监护人 却始终不见人影 那么 何果还会出现吗 我们能否帮助刘林 找到失踪的照顾呢 一边 第二次手术 变得很轻松 变得很轻松 你现在在家呢 所以老婆病重你怎么去看一下她 我没钱啊怎么去看 没钱你看一下也是可以的嘛 在何广的姐姐家 我们见到了何广 问起为什么不去医院照顾妻子 她直言自己没钱 可是妻子正在病房里与死神作斗争 每一分每一秒 她都在争取活下来 一句没钱 怎能成为放弃的理由呢 即使经济困难 她又为何不在医院照顾 在妻子生命垂危之际 她怎么会如此冷却 弃之不顾呢 我真的回来找我们 不但家就来找我们 我们找不到 你先搞不定 我们的医院在哪地方 你先搞不定都在乱班 真的一碰到我们的 你都在乱班吗 我日子班的 你日子都在乱班 你日子都在乱班 我看等着买过来 也要去忙去 你这个活动不办 家族病在乎的 你忙着你 你去按摩下去 现在我毕竟是在乱班 搞得城镇都不可以 我经历我都在乱班 我都不晓得过母子教 他们列军拿着母子教 母子过来 不过我不等的 母子有形式短的病人 也不能过不治孩子 好不跟家 你看现在搞得老师 就去的有没有 到一年二十四小时不习考 人情拿着我们的搞不赢 一句话搞不赢 你是不是说过放弃治疗这句话 我说没也钱的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的 所有人在面对重病的时候 都是去想办法拿钱 而不是说放弃 何广今年43岁 此前一直在益阳市开出租车 他总以工作繁忙为由 拒绝前往医院 可是此刻 却悠闲地出现在家中 对于小舅子刘强的指责 何广显得不以为然 在他的脸上 我们看不到一丝对妻子的担忧 这对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十年的相依相守 怎会经不起一次 突如其来的考验 何广一直强调着自己是个好男人 妻子入院治疗期间花费巨大 为了治病 他卖掉了唯一的房子 前前后后 共计70万手术治疗费用 如今他自己也是寄人篱下 带着女儿住在姐姐家 他所说卖房救妻 究竟是真是假 如果真心实意 为妻子病情着急 他为何都躲着不见人影呢 你们既然是夫妻 这么久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去病房 医生都给你打电话了 我们昨天也问了医生 他说他爱人就是 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在忙 在忙呢 那你是在干嘛呢 在震灯 你经理你看到了在干嘛 我進來操家 我一好就操不下了 你不就操家 你不操家 我操家還操家 你不操家 你操家操家 你操家操家 我也是操家 你也拿了我沒關機 你又拿了我幫你去 你那天只能操家 不去的話就不會放 你又操家操家操家 你是在關機 你又操家操家 你又操家操家操家 我操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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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家操家操家 你干什么你不谈得不谈得 为什么有妈妈在那老师在山庭里来 你个母亲 你怎么这么个母亲 他亲的呀 他很谈我 亲的呀 我母亲我等你 再怎么样 岳母娘能怎么对你 我生日早 你大得不大 把他都能来 这不我 你不要这么 我日子也不我 我又是思想 洗不得干嘛 弯得差不多 突然 何广江责任都归咎于岳母 因为她的插手 才造成了他们夫妻俩心生下戏 有了隔阂 事实上 岳母田桂桓 连续几个月 都在为了女儿奔波 此时何广对她的付出 不仅没有半点感激 反而指责她多管闲事 女婿的这种态度 让田桂桓觉得不可领域 可以可以 可以大高层啊 下去按摩去不 因为你 到底要把人 大发 你去忙 也好张呜 张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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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那时 这些 我也都 我还天天出 都不都连到了 你看 你这些 你跟我说 我说 我说 出来 大家 真是干的 要是张呜 你跟我来回头 你往一步谈 你搞穴了 你到医生 我说过 你到保安出去 你去忙 感情 你到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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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根本你来 到我家去 到我家去 你忙 你忙 你来 我当一个 你都一直当 那女儿的工作 还要去 保安 她一样的 不及电话 那边后面 我叫我妈妈报的案 我说没得发了 打了110 打110 然后来找到了她 对头 我自己去的 自己去的 你怎么知道 在电话里 给我看到她的电话 刘林从四月生病以来 多次病危 命悬一线 期间 何广也曾来到医院 可是 这一次 刘林转院后 何广的电话 突然打不通 人就彻底 不见了踪影 眼见女儿的生命 危在旦夕 女婿却突然消失不见 被逼无奈的田桂华 只能报警 没想到 一次简单的家庭矛盾 闹得如此大动干戈 一家人的关系 变得更加恶化 我们都买不买不买 她让你怎么念懂我来 她念懂不了 她问她以为你干啥 我问你了 我已经走过一步 她跟她家庭 她吃的不是我喊过来 打她的电话买吃 把你拿来 我还不到外面挡得了 她已经不错了 你把我家庭的事先换回来 你不日一吃 你我们吃 这少不吃到一泡子的 我现在哪里不吃 你吃到一遍 看起来不知道你 还来你那死病 整不好 你那爱整 我们脚子比也都不大 还不如那死病 整得后来整得一生的 这现在搞 少也不好的 一切都好好的 何广与妻子相恋二十年 结婚十年 两人共同生育了一个女儿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如果何广卖房救济属时 那么他此刻 为何对妻子弃之不顾 如果何广打定主意放弃治疗 那他又如何舍得 卖掉房子筹款手术呢 这个男人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经济困难 岳母与女婿的纷争 究竟是什么 让一对携手半生的夫妻 如此不堪一击呢 刘玲出身农村家庭 16岁便远漂北京打工 两年后 他选择回到离家境的地方 由此结识了 大他六岁的何广 何广是异洋人 家境不错 对刘玲也好 刘玲觉得 找一个年长一点的爱人 可以给予自己 更多的呵护和关怀 相恋九年之后 两个人才决意走在一起 十年婚姻 刘玲在江西打拼 何广则留在家里 夫妻俩虽然一直异地 可是感情稳定 一家人生活越过越好 没想到这一次生病 成了这个家庭命运的转角 如今 所有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何广的身上 可是他却一味地选择了逃避 那这对夫妻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十年夫妻情 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呢 那时候因为 也是自由年 那时候十八岁的时候 他怎么得救我 我也是在那里打工 在北方别人小店 我们出了一个厂 他也追到一个厂 就是他一直查着你 追求你 后面你做了多久 所以大概几个月 我天天帮我去做多次 你就同意跟他在一起了 我们就跟他在一起了 当时家里同意了 都不同意了 十八岁那年 刘林遇见了大他六岁的何广 面对何广的穷追不舍 刘林动心了 与何广走到了一起 恋人之间谈情说爱算是浪漫 可是要想组建家庭 却面临着很大问题 因为何广一直没有工作 这段恋情遭到了刘家父母 坚决反对 然后你们为什么在一起那么久 就是一直没有结婚 没钱 那时候 失业没钱 这就是买房子 没结婚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钱 还有没房子 是你不愿意接 还是他不愿意接 男人都不做想法 当时要想嘛 没做想法 相恋九年 两个人都没有工作 与何广的父母住在一起 生活减散没有压力 两个年轻人过得也很开心 直到在一起的第九年 刘玲怀孕了 才将结婚提上日程 家庭的责任 家庭的责任 与负担 也开始慢慢显现 那时候也有可能去赚钱 不赚钱那时候放得见了没有 所以你甘愿去多牺牲 你觉得自己能力比他强 生我小孩我经常就觉得 是吗 欠了姐姐的钱 欠了他姐姐的钱出去 会欠那个钱的 在家里没做什么呀 两个人都没有工作 已经要借钱生活了 你是这样被逼着去啊 算了 爸爸 结婚第二年 孩子出生了 夫妻俩的日子捉襟见着 光靠父母的救助 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何广是家中最小的儿子 从小娇生惯养 找工作四处碰壁 辛苦的活又干不了 而刘玲从小吃苦耐扬 性格十分要强 迫于生活压力 刘玲跟朋友去了江西打拼 何广则留在家里 一边打给老公 一边照顾女孩 感觉是在外面 每一次小马拉克起来找回来 一个十七岁的女儿 一回来接着又有勇情 然后每次回来 接着老婆要买衣服啊 她本身是说好了 无意一号要买车的 我姐姐还给她 赌份了二十万买车 给姐夫准的啊 你和我姐姐 是 怎么不敢搭 第二年说 她说接我女儿 送我女儿天天早上 下次我搭的女儿 她说我女儿肯定 我想想我女儿也是 因为女生这么发动 起个摩托车 吹得那个样子 想想你也是可能 我就答应了 回来 这个五月份我说了 我女儿放假 我就回来 八两个月 她就跟她们打得这么紧 结婚这十年 刘林和丈夫一直分居两地 夫妻俩女主外男主内 日子倒也越过越好 刘林凭借自己的能力 凑足了房子的首付 女儿的学杂费等等 家里大途的支出 也都是她来承担 而丈夫则供养房贷和日常 这样的婚姻 她虽然有怨言 但是自己生性要强 家里越来越好 丈夫带着女儿 也一直相安无事 她也慢慢变得知足了 没想到 一次生病 竟然落得如此境地 刘林感到心痛而绝望 眼下第二次手术 迫在眉睫 何广到底会如何表态呢 难道她真的忍心 放任不管 见死不救吗 为了找到何广 疑问究竟 我们来到 刘林之前居住的小区 请问这里是那个 和她的家吗 对对对 是的是吧 我们是唯一人 那现在是 你们是什么情况 你是谁 我们是跟她买的房子 是她老婆不好 你们已经买了是吧 买了多久了 买了有一户都比了 她很惨的了 用得好多好多钱了 所以她卖完 你就立马就住起来 当时买了多少钱 你出了多少钱呢 是买了33万多一点 33万多一点 这里正是刘林首富 买的新房所在 如今为了治病 家具家电变万一空 房子也换了新的主缘 那个男孩子也挺老实的 挺真好的 你觉得挺好吃的 不是她是挺好的 我感觉她 她说我怎么样 这要她老婆治得好的话 她说我就是说 把这个房子卖掉 也没关系 这要治得好 新房东向我们说起 何广是个老实人 当初为了卖房救妻 也是心急火燎 跑了不少地方 费了不少口舌 出于被她为妻子 治病卖房的行为所感动 自己一次性 付清了33万的房款 由此看来 何广并非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二十年的夫妻情 也不是朝夕就能摧毁 可是如今 她又为何始终 避而不见呢 两万四千多 两万四一年住了 两万四千多 两个门面 两万四千 啥 两万四千多 她今天有来催你找我房子吗 我提前给她的 就提前给她 小徐她提前的 问我要房子 我就给了钱给她 因为别人说她老婆生病了 我就把房子准备好了 我就准备好了 第一时间她来找我 我就把钱给她 而且她又找我几十块 我都没呀 我说你老婆都生病了 眼前这里就是 何广父母留下的老房子 多年来 一直出租给别人开店 房子是父母留给四个子女的 每年的房租 也就是四个人平分 这一次 何广为了给妻子治病 提前拿走了今年的 全部房租 现在他老婆病还没好 花那么多钱 我们找不到他人了 你找不到他人了 别是你没你分 你一样分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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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平时在我心里面 就是行一下 他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 他不是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 他这个人钱 不记忆 这是 应该也不是很多 很一样的那个人 不可思议 邻居本来被何广卖房救妻的行为所感动 可是眼下他电话关机 不见人影 没出钱 也没有去看妻子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邻居口中的好丈夫 怎么会在妻子急需进行第二次手术的关头选择逃避 一期变故 二十年的感情 怎么会经不起一次考验 经过打听 我们再次找到何广 在你心中妻子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俩 我觉得他还是挺不佳的 挺不佳 说实话不不佳的话 我房子根本就不会卖 他也是在外面打工 突然突发性这个病 也是为了家 所以我也没犹豫 把我那个房子也卖了 如果换成他是在 没做事在家里就玩 玩出来的病 这个房子我都不 跟你说实话我都不不 所以就会慢 那你们感情就是一直分居两地感情还好吗 对 我还一般就 有时候孩子生日每次都回来了 回来的次数多吗 回来的次数 一年又四五次了 说起妻子刘林 何广的脸上泛起一丝愧疑 但转瞬即逝 他们相识相知二十年 在这一段婚姻中 刘林为了这个家 再为打拼多年 每年回来五次 除了春节之外 其余都是在换季时分 回家给丈夫孩子置办衣物 可是结婚十年 九年分居 一年五次的回家 夫妇之间 夫妇之间总归还是有着 太多忽略和隔火 就你觉得你平常平安心心不得吗 有给他买过什么东西吗 买东西啊 我说跟我们两个人买 买的情理表 他都不要了 他说我没这个必要了 他买东西 我跟你说 我自己也没买什么东西 阿姨 这都是过夏天买 再短一短裤买 买两套短一短裤 我自己也没买 基本上 认为我们感情可以啊 基本上可以说 从今 只能说到现在 我们吵架也没有吵过 其实这都是两次 这么多年 就吵过两次架 对 有时候是半个小姐 那个 刘林对家的好 点点滴滴都清晰可见 二十年来 何广毫不自知地 接受着这种付出 却俨然忘了要努力 给予回应 他适应了这种安逸 也习惯了索取 如今妻子病重 需要他单起大任时 他只能 急于道义卖掉房子 可是他却不知道 道义之外 还有勤奋和责任 我为什么要 要 要 他说为什么报案 是因为联系不上你 不是联系不上你 我跟他在 珍惜院分了手 他在珍惜院 跟我炒过架之后 他还有我跟我 小舅子去打个电话 去怎么搞 他有病吧 这是我家的时候 我还跟我小舅子去商量 是谁大型 我商量一下没事 大概都是着急 不是着急 他们家就是全部 从头到尾都要按照 他们家的 该怎么做 我只是个傀儡 就是这么回事 我说出来以后 人不相信 当年 何广追求妻子 刘林的时候 因为没有工作 遭到岳母田桂华的 强烈反对 与刘林结婚的 这么多年里 岳母田桂华 一直看不起她 如今 刘林躺在医院 经济上的困难 让一家人心神大乱 何广被动的态度 又惹得刘家人心上不满 在一次次救与不救的抉择中 何广如坐针毡 她与岳母的矛盾 也愈演愈烈 最终 她只能选择了逃避 你觉得我 我现在是不是很被动 我真的觉得很被动 怎么叫被动 这段视频一出的时候 你就应该主动承担的 你以外不是人的 我现在 真的 你把鸡子这个东西做好了 哪里会不是人呢 我老婆现在对我 我跟你说 好像表明说 是有理解 但不过 她如果深思 随略一下 我该做的 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何广的态度 不禁让人替刘林打抱不平 在她心目中 二十多年的夫妻情分 觉得不值一提 此刻的何广 完全没有了 卖房救妻的情意 内心充斥着 对别人的抱怨 对困难的恐惧 那么何广 还是否愿意 去医院照顾妻子 夫妻之间 还能迎来 新的转机吗 何广是家中最小的儿子 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和一个姐姐 从小就是被宠爱 呵护着的那个人 这也造成了她 遇事没有担当的性格 后来她和刘林结婚 两个人女主外 男主内 刘林的个性要强 为家庭打拼付出 却也对丈夫和孩子 多有忽略 而何广呢 性格软弱散漫 习惯了安逸 两个人貌似相安无事 其实长期异地的婚姻状态 他们之间早就产生了隔阂 没想到 这一次刘林突发重病 何广却如此的 没能经受考验 夫妻俩潜在的问题暴露无遗 如今 刘林病重危急 只是要家人齐心协力 还有治愈的可能 我们希望 何广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只要你尽力去争取 事情总会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的 而病房里的刘林 还在等着丈夫的出现 那么这一次 事情还会发生新的转机吗 何广会承担起这个责任吗 你当时结婚的时候 对这个婚姻有什么期待吗 就是有没有计划 两个人以后怎么生活 就是对未来有一个完美的规划 你就觉得只算 赚几块钱就这样子吗 就不觉得跟他一起生活 你也挺开心挺乐意的 就愿意跟着他 对于这段婚姻 刘林一直没有很高的期待 不求大富大贵 两个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很幸福 可对于目前的努力来说 丈夫不见人影 病情还是未知数 这样简单的要求都成了奢望 中间有没有产生过我离婚的想法 产生过一次 那一次是因为什么 那个什么 自己反正哥哥一想 我不知道 是我提出来的 你提出来的 因为电灵不接着日子 我觉得也好累 就我提出来的 那一次 他同意吗 为什么 他不同意你就没有再提了 他有什么方式来挽留你们 好了 我一样的有一次 我就是那个小病 我给他小病同意 还有你和我不肯 你不得意 当时是家里人不同意了 今后就没数字了 因为已经生了小孩了 是吧 刘林也曾审视过这段感情 甚至想到了分手 或许那个时候 刘林已经觉得累了 不求上进的丈夫 让他觉得一个人的辛苦奋斗 变得没有意义 可是因为孩子的击败 家人的劝阻 离婚风波 马上被平息下来 所以是在里头 当时有个人 我自己在外面 他去日子 我自己在外面 就发电话 我自己原先 我能无论 只是不得意 我自己原先 我当过的 一号 我发生母子了 母亲也 一度死 母亲真的 在家里 眼前女儿重病 女婿不管不顾 作为母亲 她心里交瘁 回想起女儿这段婚姻 她更是悔恨交加 这么多年来 女儿从未和自己 说过生活中的艰苦 当时是琉璃自己 非要选择 与何广走到一起 这让她失去了 在家人面前 诉苦的立场 所以在琉璃看来 所有的困难 都只能自己扛着 遇到委屈 都选择了隐忍 生活中的苦 都是自己默默咽下 所以没想再去找第二个 这是愿意的 是愿意的 昨天医生也说了 您才这么年轻 就是致日的希望也挺大 听得到随着 可能还有一天 嗯 希望她重大 至少来看一看你是吧 嗯 全都没什么 那也没什么意思 怎么 都没感情呢 她对你没感情 她对你没感情呢 我们就说感情 这是你怎么认识的 是不是 琉璃是一个长情的女人 对于何广 她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情感 这一次生病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丈夫会突然失联 将自己丢在医院 不管不顾 二十年的夫妻感情 在病魔来袭之际 瞬间被她 然而 当天下午 事情峰回路转 绝望的刘林 突然出现了一线希望 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好转 可以申请转至普通外科病房 继续观察 刘强马上将这个消息 转告给解放核广 这一次 她的电话终于打通了 并且答应回来医院 办理转科手续 终于 何广带着女儿 出现在了病房门口 此刻全家人都在等待着 刘林从重症监护士出来 何广的到来 让刘家人很欣慰 至少这一次她没有食言 刘林从重症监护士 该怎么和妻子解释 自己失联的这几天 到底去了哪里 刘林又是否会原谅她 有没有觉得欣慰一点 至少现在老公跟一家 我来照顾你 保险姐姐 我都真的不够抢了 真的不够抢了 你有没有跟妻子道个歉 那么多天联系不上 我都没解释过了已经 怎么解释了 这个就不要再说了 我们就能够抢了 刘林是这样吗 她给你解释怎么说的 她说她忙了 你相信吗 我们都知道 见到何广的到来 刘林及时嘴上说着很欣慰 但是听了丈夫的解释 明显能感受到 她对何广的不信任 眼神里还是充满着怨恨 此时的何广 在一旁眼神飘忽不定 一直不敢正视病床上的妻子 她内心忐忑不安 正是自己的无能为力 才让妻子这么伤心 她也希望妻子能够快点好起来 大家都在努力帮助你们了 你就不要再回避这个责任了 好吗 我从都没有说要什么多什么的 我从都没想过 回避我是回避过 这个是我有个否认 让我回避也是有原因的 尤其是你妻子看到你的态度 因为你的态度会让 本来病人的时候 她会心里想很多 你这样的表现会让她想更多 看到丈夫与女儿都来了医院 刘琳心里后悔 自己当时只想着出去打拼 没有将这个家庭经营好 本来打算今年就回家 相夫教子的刘琳 一场大病 打乱了她所有的计划 我当时你死不死了 我都跟他们交代了 你生死了 你生死了 我老婆在拱贝 他们见着她的理所 她说你也等着你爹地过来 你的麻烦来了 当时那一 就是那一杀了 我就坚持过来 请住了 嗯 当时真的 出不了气了 真的要断气了 嗯 搞了几次了 有几次都是这样子 从死亡线上又拉回来 说 这是你的信念是什么呢 就那一瞬间你想的是 就弟弟来看我了 我就是不想死了 因为我来家里了 这么想的 死了跟我妈 我妈这么 六十多岁 女儿又这么小 所以自己就拉不来 他们这天就没拉不来 我朋友都知道了 我朋友都知道她的交流 真的不 老公我听妈妈这个 在交 之前很紧紧的 一定要听 我都不知道怎么 就是一撒拉就停住了 本来我都跟我弟弟 我弟师父我都交代了 怎么担心怎么担心 都给妈妈 那个时候 老公在身边吗 来了啊 面对何广 此时刘林还是有所疏远 而刘林的这种刻意疏远 正是因为她对这个家的在乎 对这段感情的真实 在她的内心里 一直期盼着丈夫 能与自己共患难 给予她更多 战胜病魔的勇气 是吧 你那样的心态 真的像所有人都不觉得很生气 可怕是她一个病人 很多事情 她不是 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 她都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在这种意义上 就不要再继续了 我跟你已经说过了 其实是什么原因 但是重复上手机 你觉得也 会不会有点相当清楚 是吧 你还是愿意一直照顾妻子 把这个感情维系好 是吧 该做的我都不做了 何广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会担任起照顾妻子的责任 看到她的表现 我们都感到很欣慰 希望何广能够遵守承诺 一直在妻子身边照顾她 二十年的风风雨雨 两个人一路走过来 同甘共苦 这段感情 又怎么能如此轻易就放下 困难来袭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不是互相指责 而是齐心协力 一起努力 战胜她 好了 女儿以后也会天天来陪你 好吗 没事啊 那反正放暑假了是吧 她这里无聊 都陪你聊聊天嘛 怕不怕无聊在这里待着 怕呀 怕的话就和妈妈聊聊天 两个人猜一些谜语啊 她猜不到 有给妈妈玩过什么游戏吗 有了家人的陪伴 刘林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一家人在一起聊起了天 气氛变得十分融洽 何广也一再承诺不会逃避责任 刘灵听到后 对于丈夫之前的行为 她都选择了原谅 接下来的日子里 能有她的陪伴与支持 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毕竟夫妻之间 本就不应大难临头各自非 而是患难时刻 见真行 一个星期后 我们接到弟弟刘强的电话 刘林马上要进行第二次手术 急需十二万手术费 而何广的电话却一直关机 人也再一次消失不见 危急时刻 刘林只能选择自己坚强 在这里 我们祝愿刘林能够早日康复 未来一切安好 节目播出前 刘林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身体恢复得不错 唯一遗憾的就是 丈夫何广此后没有出现 而对于何广 不管你是因为无能为力 或者无法面对 我们都希望你能站出来 至少担起照顾妻子的责任 陪伴她度过这一段 最艰难的日子 不要因为一次挫折 就否定这一段 经营了二十年的感情 婚姻是爱情的延续 何广当初既然选择了 和刘林步入婚姻的殿堂 就应该负起这份责任 对家庭负责 对妻子负责 欢迎回到由 段妈妈牛肉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夫人陆角娇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由段妈妈牛肉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 《爱与恨》 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 有没有尽头 情义无价值 爱无需理由 寻找一个渡口 寻找一个渡口 把自己收入